今天我們要討論Derek Rose的各方面的面貌 Derek Rose在最近好像又回來了 因為在過去他曾經是芝加哥的希望 而且是聯盟最年輕的MVP 在2010年之後呢 他更是在芝加哥裡面基本上是呼風喚雨 讓公牛隊好像又重回了王朝時代 也讓所有的NBA球迷看到了一個攻擊勁爆 隨便攻擊挑戰籃框而且頻頻爆扣這樣子的年輕人 可是很不幸的對Derek Rose來說呢 這樣子的打法並沒有辦法持久 所以他一連串的受傷 終於在去年好像他回來了 什麼樣子的一場比賽讓我們可以define 一個球員是從失落回歸到了頂尖呢 對到尤他爵士隊 當時是全聯盟防守排名第一名的球隊 攻下50分的分數 這個夠嗎 如果你看他去年的表現的話 他的數據跟我們講好像是夠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今年的數據的話 你更會說Derek Rose回來了 特別是呢 他回來的過程當中 他大家最質疑他的一個地方是他的耐打度 所以在很多地方他有時間上的限制 可是在過去的10場比賽裡面呢 Derek Rose又回到了一場大概30分鐘左右的上場時間 而且平均得分可以高達23.4分 23.4分對一個控球後衛來說真的已經不錯了 而且在這個期間呢10場比賽之內 他的投籃命中率高達53.3% 而且助攻次數也沒有少到哪裡去是5.6次 所以以耐打度來質疑Derek Rose的能力的話 至少在過去的10場比賽我們看到 沒有時間限制的Derek Rose還是交出了根於他時間的提升 他的數據也跟得一起往上跑的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他的有效在場上的效率值是非常漂亮的 那Derek Rose可以在剩下的這個球技都打30分鐘的話呢 我認為他是真的回來了 不過他真的會這樣子的機會嗎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聯盟在最近的聲音啊 Badonovich胡仁七六人隊有興趣 可是聽說好像國王隊決定不交易Badonovich 所以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轉方向的情況之下 現在所有的風向全部跑到Derek Rose的身上 因為迪特律活塞隊今年打出反理想的一個狀況 而且呢 在交易的這個平台上面呢 好像連Andre Drummond都有交易的傳聞 更不要說Derek Rose 所以對活塞隊來說呢 這個700萬的球員可能被交易走 那如果交易到別隊去的話 他可以上場30分鐘嗎 我覺得機率不會太高吧 如果他去了胡仁 或他去了廢城七六人隊 搞不好都不會有現在這樣子的空間跟機會 那Derek Rose在今年打出的成績跟過去來比較 要怎麼看呢 如果我們把他拿跟MVP那天來比較 這個標準會不會太高了一點 今年的上場時間呢 我覺得是最大的差別跟MVP之年 MVP之年上場的37.4分鐘一場比賽 今年只能打26.1分鐘 所以在得分方面呢 又從25分跟18.4分的差別 助攻呢 7.7次跟5.8次的差別 籃板4.1跟2.4的差別 這個是時間拉長所打出的成績 跟現在時間變短打出的成績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剛剛前提是講 如果把你把Derek Rose的上場時間拉長的時候 如果到了30分鐘跟現在的26分鐘來比較 他的得分是從18分 在10場比賽可以暴長到23.4分的 所以是Derek Rose不耐打呢 還是教練現在為了要保護他讓他上場時間有受到限制 那如果我們要講到量的話 我們也要看一下值 因為呢投籃命中率是值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 那在他MVP的那一年呢 投籃命中率44.5% 說實在的一個控球來看 還算是OK的 可是今年是49.8% 幾乎五成的投籃命中率 以後衛來看是非常高的 像Malcolm Brogdon在去年 基本上180先生嘛 投籃命中率50% 今年Devin Booker 命中率50% 那Derek Rose呢 幾乎要到50%的命中率 而且呢 這是搭配他今年球31.1%的三分球命中率 說真的並沒有特別的高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他的兩分球命中率是這麼的可怕 在投籃命中率來看呢 今年的命中率是職業生涯最高的一年 在兩分球命中率54.5% 也是職業生涯最高的一年 如果呢拿他的E-FUGO percentage 來看的話呢 去年51.8% 今年53% 這是為兩年在Derek Rose 所有的職業生涯裡面 兩年E-FUGO 可以到5成以上的 所以以職來看呢 Derek Rose雖然出手的次數是下降的 可是他的質感在投籃的成功率來看 比MVP那年還要好 所以有另外一個方式 是我們比較可以公平的來看一看兩個球技的一個比較 就是Per 36 Minutes 以36分鐘來看的話呢 Derek Rose在今年的數字是職業生涯最好的一年 得分25.4分在36分鐘之內 因為在11年呢 MVP那年他上市分超過36分鐘 所以他的分數會下降到24.1分 在籃板的 在助攻方面呢 今年8次的助攻 比MVP那年的7.4次的助攻 還要再高一點 那而且呢 這個也是職業生涯最好的一年 所以以36分鐘來看的話 他的職跟量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 可是Derek Rose真的回來了嗎 那你要從哪個方面來看他回來 如果你需求的是 當年的Derek Rose 每一次攻擊籃框 在對方的頭上灌籃 雙手爆扣 單手爆扣 防守直接給對方不可思議的壓迫力 那如果你要看的是那個 像Russell Westbrook 或者像Jan Moran這樣子的Derek Rose 那他絕對沒有回來 今年他已經30歲的年齡 可是打起球來的刁鑽度 跟著他年齡的成長 在今年攻擊籃框方面 是他直接想要最好的一年 要比飛上去一直灌人家的那年 還要再好 更高的成功率 所以以成熟度來看 Derek Rose 他不只回來了 他還有更高的效率值在這個球隊裡 而且呢 你可以說 當年的Derek Rose 是不是一己之力 可以帶領公牛隊 去拿下非常好的成績 今年的活賽隊他不行呢 我說真的 今年他活賽的隊友 跟當年公牛的隊友 比較起來的話 可能還是差強人意一點 而且現在的聯盟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當時的聯盟 還是在看後衛 就是這種超級活動力類型的後衛 在吃香喝辣 像John Wall 像Russell Westbrook 像他自己本身 可是在Step Curry的後三分球時代裡面 他必須要學習到 頭三分的攻擊 才是現在打籃球的王道 甚至連Russell Westbrook 現在到了休斯頓火箭隊以後 雖然他現在也是常常24 25分 30分在拿 可是他的影響力 也沒有像在2010年來的或13年來這麼的高了 這是一個聯盟的趨勢 這是你沒辦法去改變的 那Derek Gross呢 他現在打出這樣子的成績 他未來會被交易嗎 我覺得可能度非常的高 因為第一 尼特律活塞隊呢 在今年打出不好的成績 他一定是想把他的手上的一些合約 甚至700萬兩年1500萬 他也想把他down掉 他想重建 他連Andre Drummond合約到期 他都不一定可以繼續簽下來的狀況 而且手上有一個毒藥的Blake Griffin的合約 只拿錢不辦事 所以這個球隊看起來 今年就是要去打散 那打散了以後呢 Derek Gross到了新的球隊的角色扮演 會比現在更好嗎 在2月6號交易截止日截止之前呢 Derek Gross如果沒有被交易的話 我相信他的今年的數據 可以平穩下來 而且也可以拿下 如果以36分鐘來計算 職業生涯最好的一年 超越MVP之年 可是很不幸的 如果他交易是到季后賽球隊的話 他的角色的扮演 可能要做大幅的調整跟改變 可是不管如果他真的交易到76人 或交易到胡人隊的話 他應該都是這兩支球隊 想在東西區得冠 非常關鍵的那一個拼圖 因為以胡人隊來看的話 以Rajon Rondo 今年的正負值 在二線陣容裡面的表現 如果Derek Gross變到 這個陣容裡面 他們的二線陣容 如果交易的是跟Rajon Rondo的話 將會是Dwight Howard 還有這個Alex Caruso KCP以及Kyle Kuzma 二線陣容有這樣子五個人 說真的還蠻強的 那76人隊呢 可能在二線陣容得分的角色的扮演 就必須要更吃重一點 可是我個人認為 以現在的Derek Gross 他的成熟度 跟打球跟領導的能力 都已經做明顯的調整改變之下 不管到他打哪一隊 他的角色扮演 都會做得非常的成功 而且呢 交易到他的球隊 應該因此而得利 所以Derek Gross呢 他的成熟 也許沒有過去的爆發力 可是我如果要下一個結論的話 他真的是回來了 而且是回來的一個更成熟 帶有更多次的Rose 在比賽過程當中 用不同的方式 讓對方非常的疼痛